介绍袋子,这个袋子皮革的部分是真皮 皮革的部分有肩膀的带位,这个flat,这个蓋位 还有这个酥酥位都是真皮 它是牛皮鸟,你会见到荔枝纹 这个设计挺有趣,因为你看到flat 通常是这样打开才拿东西 但它打开的位置是奶链,不关于flat 这个也是一个格数 但如果算拿东西就这样方便一点 这个既有款,但也有它的功能 正常就是这样拿东西会方便一点 这样就拿到 这样再打开就没那么就手 这里就可能放一些淋满东西,不太需要上天拿 这边就放一些银包,放一些常罗的 随身品比较就手 这样会就手一点 或者你这样打开就拿得不小,因为flat 好像,就是小小KK的 但它也有flat的一个style 这个是真皮,这部份也是真皮 这个袋子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很实用的 还有一个真皮位,就是一个拉链的带位 这些都是真皮 这些都是真皮 真皮,真皮,真皮 这个拉链 这个款,它还有一个长带位 对了,看看自己需不需要 如果这个可以看看会不会这样修了 这个带位是尼龙的 不过它那个 上薄的圈位都阔的 除非你趁一些 斩模卫衣 对了,我斩模卫衣那个就有一点 不太够 就可以换这条带 就是看自己需要 现在换了这一只尼龙带 长带的感觉就中性了 对了,加上我修了 那个带 那就中性一点的款式 都是看自己需要 你不喜欢 就是收进去就摆出来 不过我觉得应该怎么都应该收进去 收进去漂亮点 就是如果你要换这个尼龙带的话 我觉得收进去就会适合点 对了,那有一个拉链 不过就拉不了拉链了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就是因为拉链就顶起了 所以就要这样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不需要穿太超级的 我觉得这个 就这样这条带的 那个尺寸容量都OK的 但是如果你说要穿 就是尝着一些超级的 超级的内爪模卫衣 那可能就差点了 那就可能要用背囊 这个就包起了 可以看看内拢位 超强的一个宽松度 那有内阁 两个内阁 另外还有一个拉链内阁 拉链内阁 拉链内阁 那这个 除了这个 这个带的 这个 带位 就是 格数之外 向着自己的 都有多个格数 所以这个带 其实是三层的 第一层 中间那层 向自己那层 就是三层的格数 所以都是很实用 很细心的一个 袋款 那看看自己 你喜欢背囊 或者是这个 背包的 那两个都是真皮 实用度都是超高 看看自己有什么需要 可以这个 就好 谢谢大家 bons咱们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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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